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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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Vinder 今天來講 2月18號 台版更新內容 這次主要更新 裝備改良 工會突襲 情人節活動 至於其他課金禮包 家具各位就自變吧 因為第一項跟第二項 在之前有介紹過 這次不特別介紹 各位可以在之前的影片中複習 預計下週應該可以看到工會副本了 還有新地圖是不是該來了呢 這次的情人節活動 為韓版去年2月初的活動 但台版可能因為過年活動的關係 所以卡在年後釋放 實在是一個很尷尬的時間 但不出活動 可能又要被抱怨 而韓版今年兩活動是同時進行 所以不會有突兀的問題 這部分 下次黑局跟原廠 該思考一下 任務1 提供NPC 巧克力5個 在荒蕪地 巴蘭 咆哮山谷 塔姆林 以上4個地圖 可以透過採集野外的樹 隨機獲得可可豆 或交易所 可能會有人販售 透過烹論後獲得巧克力 配方是2個可可豆 加3個砂糖 如果之前沒做過 請先在料理研究裡面放入對應的材料 才會開啟相應的食譜 任務2 提供粉紅毛球10個 任務3 提供動物的頭骨20個 以上兩樣任務道具 都可以在野外狩獵中取得 動物的頭骨則建議是去副本中刷會比較快 依序完成任務後 分別可獲得巧克力造型的壁紙跟地板 完成上述一次新任務以後 就會開啟活動重複的兌換任務 提供NPC 粉紅毛球 動物的頭骨 戰利品 各自對應的需求後 可兌換成巧克力箱子 開啟後可獲得活動道具 魔女的巧克力 以及其他材料 其中 右邊的NPC 一天只能兌換一次 之後可以在活動的頁面中 用魔女的巧克力 去兌換巧克力造型家具 收集完全套以後 可額外獲得實裝造型貓一頂 這次活動時間為2月18到3月3號 共計14天 而全部家具都兌換的話 共計需要247個 毛底每天用戰利品兌換箱子的話 共可兌換魔女的巧克力70個 所以至少還需要額外177個 也就是900個頭骨 或者540個粉紅毛球加1800個頭骨 但說實話 整體活動其實有點繁說融場 尤其粉紅毛球跟動物頭骨 野外的掉落率實在很玄啊 總之各位努力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